蛤? 什麼? 你說什麼? 不知道 我不懂 真的說? 你沒事吧? 在今時今日這個荒誕的社會裡 究竟怎樣才會說話 和真的會聽話 聽時事物教室 和你一起打開天窗 說良壞 剛才也說了一些不同的原因 所以身邊的人要了解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也不想發生 是不是內向的人 發生的機會比外向多呢? 都不一定 我只是告訴大家 內向的人是 他性格使然會沉屈一點 但外向的人也有機會 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什麼都是你有問題 也會有機會有抑鬱 他可能只是躁鬱 他不是普通的抑鬱 所以大家也有一個錯誤觀念 就是 是不是內向才會 性格有問題? 不是 外向也會有的 我自己告訴大家 在過程中 剛才不是說的 如果你不早處理 那你就會出事了 當他輕微的時候 你不處理 去到中期 他把自己藏起來 開始有幻覺 例如我朋友 邀請他上來 他開始有幻覺 他開始看到有個朋友 有人在他身邊 他很肯定那個不是鬼 有人在他身邊 跟他在說話 你都是沒用的 你算吧 某一天 可能是一群人都坐在那裡 身邊有一個人走過來 都是那個人 都是那個人 不一定是穿白衣白褲 那個不是鬼魂 我不是在說鬼故 但是他真的看到 就跟他說 算吧 你不如死去算吧 你這麼辛苦為甚麼 會有很多這些說話 有個形象 還有形象 還有聲音跟他說 長期沒有人跟你說話 突然間這個人跟你在那裡聊天 他就經常跟這個人在那裡聊天 聊得多 他就聽完他的話 而那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幻聽幻覺 思覺失調 那已經出事了 那最後就離開了 當然我朋友現在正在吃藥 或者保持好 都會有些不同的反復 但是我之前有其他的朋友 其實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有啊 我之前也有一些朋友是這樣的 好像你剛才說 有人跟他說話 他說他聽到一把聲音 是呀 即剛才他沒有 即是我的朋友 沒有那麼繪形繪聲 說有個形象 是呀 有個形象 有個形象 他都是說有一把聲音跟他說話 有聲音 即是說他沒有用 他不看 他有時候見到那個人 他不看 但不看他也聽到他說話 大哥那件事很辛苦 是真的辛苦 所以如果他身邊真的有朋友 有時候 嗯嗯 不要說什麼 剛才我們說了 千萬不要跟他說加油 是 因為說加油這個字 其實是你在否定他一些問題 即是說他還未夠做得好 是呀 第一 你否定他 他一直以來的努力 其實他很努力 他以前可能做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成績 或者是我很努力 保持我和我女朋友的關係 我做了很多事情 你還叫他加油 即是他做得不好 你否定他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正在否定他的感受 嗯 因為其實他已經去到接受不了這件事 嗯 那你還叫他加油 去努力去接受 嗯 那你就正在否定他的感覺 嗯 第三就是 你只是說了加油 嗯 尤其是Facebook 我見經常性 是 add oil add oil 加油 那代表什麼 你打完之後你就不用管這個人 是 那他就會覺得 你打下來做什麼 你要我自己跟著之後 一個人去面對 嗯 我不是更辛苦 嗯 我不是更不開心 嗯 所以呢 千萬不要跟他講加油 講什麼話比較好一點呢 嗯 譬如說 其實你已經很幸福了 你應該知足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不想就沒事了 千萬不要說這些話 千萬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又或者你吃藥沒有 你是不是還沒吃藥 所以你想一邊 有很多人會說這些話 千萬不要說 講笑又不同 當然這些 如果認真地說 但是你知道他有事 你不要這樣跟他講笑 當然是 簡直是 對啦 你千萬不要 所以其實很簡單 一句就是 我在這裡 陪你 陪你 OK 不需要說什麼 等於剛才 可能我播出周星馳 說些笑話 已經是很舊的了 甚至乎你不用說這些話 你只要留在旁邊就可以了 對啦 又或者你跟他說 其實你很努力的 你很努力的 那為什麼要選擇 睡不著覺 有他睡不著 我會這樣 他真的睡不著覺 你睡不著 有他睡不著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那你到想睡的時候才睡 是啊 所以我剛才見那位朋友說 發一些影片出來 我都覺得很驚訝 一來我想聽他講什麼 又讓大家聽眾知道 但其實不是一些很高深的學問 老實說 你千萬不要批評他 你自殺是一個很弱者的行為 是你自己想一邊而已 OK 你不理其他人的感受嗎 我們會很傷心 你還罵他 那他就更加不開心 那件事是死的 是啊 再推他 就是推他到海 是啊 你說這些你真的死得 立即認同 所以大家其實 如果見到身邊的朋友 真的有這個事 千萬不要說我剛才 嘩 叫加油 所以我其實很小心 留意 因為說加油 其實太容易 真的很小心 太容易去說 你好像 其實好像有些不負責任 是啊 會說了 我已經做了 我支持你了 但其實那件事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是啊 還有大家要接受 這個病 Mandy說得很對 其實好像傷風感冒一樣 真的是一個病 你吃藥 吃藥 你接受 過程是長的 是漫長的 是辛苦的 但大家去接受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不是沒得醫的